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六个月过去了战事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 双方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而敌意也在明显升高 来看报道 乌克兰独立日的炮火声 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 同时也是俄乌冲突爆发整六个月的日子 俄军24号凌晨对哈尔科夫, Джаболо Ре, Діні Боло 和 Донеццика等地区的乌军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 俄政治学家谢斯利尔称 一旦攻占尼古拉耶夫将为俄军打开通往奥德萨的道路 目前俄乌战士主要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 乌克兰1加1频道称 在乌东部地区 俄军24号集中攻击了巴赫木特和阿弗迪夫卡方向 同一天顿涅斯克武装说 乌军在半小时内向霍利夫卡发射了18枚炮弹 英国国防部表示 俄方正加紧在顿巴斯地区取得进展 另据俄罗斯独立报24号报道 乌军用大口径火炮向顿涅斯克时开火 乌军用美国提供的M777榴弹炮 击中了当地政府大楼 内务部和中央酒店 24号 顿涅斯克市基洛夫斯基区的 一个大型购物中心 在乌军炮击后发生火灾 空中飘散着有刺鼻气味的浓浓黑烟 当时购物中心内有数十人 我在工作室里听到发射 短短几分钟内 顿涅斯克当地几乎全部消防力量 都被集结在现场作业 过火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 这栋建筑的大片区域 已经完全被火焰包围 俄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称 俄军在赫尔松 顿涅斯克等地 军事行动取得进展 俄军在赫尔松州和顿涅斯克地区 摧毁7架乌军无人机 并阻止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海军陆战队穿越赫尔松地区 因古列茨河的企图 英国广播公司25号说 乌军在南部赫尔松周围的 反攻行动毫无进展 报道称乌军在武器和兵力上 都处于劣势 赫尔松是俄军在乌克兰控制的 第一个大城市 现在这里的乌军正处于 俄罗斯的火力范围内 他们使用的榴弹炮 比大多数士兵的年纪都要大 是苏联时代的产物 我们的部队太受罪了 俄罗斯部队有特别多的弹药 他们的炮轰得非常频繁 如你所见这里地势平坦 很难自由行动 因为实在是无处可躲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掩护 乌克兰方面现在试图在做的是 发起大范围的反攻行动 不是一个村庄 接着一个村庄的去反攻 而是要直接拿下整片地区 把俄军第42集团军困在赫尔松 使俄军部队与外部隔绝 然后再向他们移动 赫尔松的西郊 也就是现在的战区前沿 距离那里只有10公里远了 所以这片地区的局势 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俄国防部24号公布了米28直升机 在火力掩护小组的半飞下 执行作战任务的画面 可以看到在对敌方阵地实施打击前 米28在极低的高度上进行飞行 火力掩护小组则实时地 对机组人员进行掩护 火力掩护小组保持在烧铐后的位置 在不丢失直升机的同时 控制着地面上发生的一切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混编直升机 打击小组进行半飞 必要时要保障飞行员在地面的安全 并将其送回基地所在地 现在直升机正在进入作战区 射击手发现了地面威胁并开火 每次作战出动和返回基地的线路都是唯一的 不会重复上一次的路线 一个月里领航员能给他们提供50多条路线 火力掩护小组相互轮值 几乎全时间段都有人在执行任务 与此同时 俄罗斯工兵正在卢干斯克的鲁别日诺耶地区 协助拍雷 俄罗斯工兵小组正在检查 黎明化工厂的另一个车间 几乎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危险 反坦克地雷会被送到专门的场地进行销毁 由于乌军在此地埋下众多地雷 俄罗斯特别派出了天王星扫雷车 这款扫雷车通过远程遥控排雷 采用履带式设计 能够应对任何战场地形 24号 俄军将七台天王星转交给了卢干斯克武装 并教授他们如何操作 谁在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 眼下最令人担忧的是扎波罗热地区 这里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的所在地 华盛顿邮报称 扎波罗热核电站史无前例地出现在冲突前线 而俄方不会在乌克兰启动切尔诺贝利2.0的问题上退缩 当前外界围绕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 可能导致的核灾难争论不休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炮击了核电站周围地区 俄第一频道称 在通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途中 可以看到乌军打击的痕迹无处不在 建筑的窗户被打破了 这些窗户朝向卡霍夫卡水库 水库后面仅6公里的地方就是乌军的阵地 俄美称俄军在保障核电站的安全 辐射和生物防护分队昼夜不停地进行监控 在核电站是如此 在卫星城埃尼尔戈达尔也是如此 俄专家指出 尽管美国的M777榴弹炮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无法破坏核反应堆 但对华盛顿和基辅来说 炮击是一个信息处罚器 可以大规模复制有关可能的放射性污染的信息 对于任何核设施 你都不希望看到它的门口发生冲突 这是很糟糕的事 俄罗斯军队自三月份以来就控制着扎波罗热核电站 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突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呢 因为目前的实际情况是 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成为前线地带的一个热点地区 赫尔松在左边 扎波罗热在沿着蒂涅伯河的右边这一侧 俄乌双方都在向蒂涅伯河的对岸开火 令人担忧的是 俄军似乎是藏在了核电站内 然后从那里向乌克兰部队开火 显然乌克兰人想要反击 但这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如果失去扎波罗热核电站 乌克兰将难以度过供暖剂 尤其是乌克兰能源系统 有30%依赖于该电站的电力供应 并且还会继续失去 向中东欧国家出口电力的外汇收入 因此乌总统泽连斯基 此前在讨论秋季行动计划时 向军事指挥部强调了 扎波罗热核电站回归乌克兰控制之下的迫切性 俄专家认为 鉴于当前核电站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乌克兰显然有意将重点放在炮击 扎波罗热核电站事件的国际化之上 从而尽可能地给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国际舆论压力 泽连斯基还警告欧洲 核电站的任何辐射事故 都会对许多欧洲国家造成严重影响 这取决于风的方向和强度 甚至美英两国的政客也在暗示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持续炮击 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放射性污染 这可能成为北约直接介入俄乌冲突的一个理由 俄罗斯的目标 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任务都将完成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雨谷24号表示 西方国家挑拨俄罗斯与其伙伴间的关系 企图进一步孤立俄罗斯 美国及其盟友向乌提供武器装备 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员伤亡 使乌克兰境内的武装冲突长期化 他还强调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正在按计划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俄政府24号向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提交法案 授权俄罗斯总统可决定俄武装部队参加与外国武装部队 联合举行的军事演习军事比赛和阅兵等活动 此外俄总统有权决定外国军队使用武器军事装备弹药等 在俄罗斯境内参加军事演习 军事比赛和阅兵的条件 俄罗斯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时候 要通过这个法律的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所谓的 俄罗斯对外军事合作的这一面呢 更主要的我觉得呢 还是在目前俄罗斯面临西方的不断的围堵和打压的一个背景下 俄罗斯要显示出来自己并不孤立 从俄罗斯战事爆发以后 俄罗斯这个外交上的这个活动 跟其他的这个友好国家的这个互动 其实并没有受到这个战事的这个影响 反而呢俄罗斯在目前的情况下 不断的加大了这个频率 俄罗斯外长多次的出访 包括到非洲啊 到亚太啊来进行访问 那么也包括马上要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峰会 都展现出来就是俄罗斯尽量的 在目前的这样一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还是在尽量的加强和恐怖 以原来的这些友好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 乌克兰的目标 战斗到底收复失地 8月24号 乌克兰独立日当天 乌总统泽连斯基站在基辅市中心 一座独立纪念碑前发表讲话 誓言乌克兰将战斗到底 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 我们不重要是哪个有党 我们重要是哪个有党 我们重要是哪个有党 我们将冒败给它到最終 我们的乌克兰是全乌克兰 全25个地方 无任何行动或承议 东巴斯是乌克兰 我们将冒充它 在谁这道路上 乌克兰是乌克兰 我们将冒充它 在谁这道路上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表明了 乌方的强硬立场 他反对在领土问题上 向俄罗斯妥协 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当天基辅市中心还展示了 被烧毁的俄军坦克和装甲车 美国的目标 战略性消耗俄罗斯 俄国防部长少羽谷24号表示 乌克兰冲突已成为美国及北约 对俄罗斯发动经济战和信息战的 又一个借口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战略性消耗俄罗斯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8月25号 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通话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24号称 拜登在通话中将介绍 美国武器运输的最新情况 还将向泽连斯基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 美国国防部24号宣布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30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 这是美国迄今向乌克兰提供的规模最大的单次安全援助 根据五角大楼当天发表的声明 此轮安全援助包括6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及与其适配的弹药 24.5万发155毫米口径炮弹 6.5万发120毫米口径迫击炮炮弹 24套反炮兵雷达 若干架美洲师无人机 和数套扫描鹰无人机的支持设备 若干套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 以及激光制导火箭弹系统等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 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总额 已超过135亿美元 有美国官员指出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 美国的军事支持正在转向长期化 未来可能将有更多美国军队留在欧洲 与此同时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都在本周宣布了新的军援计划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3号表示 冬天来了会很艰难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魔人的消耗战 这是意志之战 也是后勤之战 因此我们必须长期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也有人警告北约 不要再做这些火上浇油的事 据俄新社24号报道 美国前国防部长顾问 麦格雷哥23号 在保守美国网站发文称 俄乌冲突已进入决定性阶段 现在是制止他们的时候了 他表示 如果由于华盛顿对乌增加的军事援助 而导致冲突持续下去 乌克兰可能会失去整个地涅薄荷南部和左岸 过去两到三周没有任何进展 俄军正在将军队调往西南地区 因为位于西南部赫尔松的乌军 正在准备发起大规模攻势 志在夺回赫尔松 双方现在都知道天气将会在未来两到三个月 或者说几个月内发生变化 也就是十月底十一月初 他们知道冬天即将到来 而随着冬天的到来 出于不同的原因 双方都需要做出一些重大决策 俄军要在敦巴斯共事中打出一些战果 而乌军则要争取夺回赫尔松 对于双方来说 相同的是领冬将至 欧洲动态网战称 目前各方对战事的结束期限都相对悲观 刚刚访问乌克兰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毫不掩饰对俄乌关系未来的悲观态度 认为乌克兰的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能源进口成本激增 日本政府计划新建和重启更多核电机组 然而福岛核泄漏事故阴霾犹在 此举在日本国内招致争议 一面是高涨的能源价格 一面是对核事故的担忧 日本民众陷入两难境地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4号表示 为确保电力稳定供应 日本政府考虑新建并重启更多核电机组 他呼吁政策制定者和行业专家 考虑建设具备新安全机制的 新一代核反应堆 同时最大化地利用现有核电站 据报道 日本经济产业省早前提出了一份核电时间表 新建的大型核电站最快可在本世纪 30年代后半期投入运行 经济产业省是日本政府内部 最主要的核电倡导者 目前日本所用能源主要依赖进口 受近期国际能源价格大涨的影响 日本进口成本飙升 岸田先前表示 日本眼下能源处境紧迫 可能面临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 最大的能源危机 在这家海鲜餐厅 由于储存食材的冰箱及冷库 需保持24小时工作 加上高温天气持续 高昂的电费给经营带来不小压力 据老板介绍 6月份的电费和燃料费 已经达到17万日元 约合8,517元人民币 而7月份更是上涨到23万日元 约合1万1,523元人民币 正直厉害 我感觉还没有比较安静 据日媒报道 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前 核电发电量约占日本总发电量的三成 事故发生后 日本所有核电机组反应堆一度全部暂停运行 目前33个核电机组中10个重新启动 7个机组虽然符合新的安全检查标准 但因地方政府反对等原因仍然停运 日本政府表示争取在2023年夏季以后 重启这7个核电机组 同时考虑延长现有核电站运营年限 目前日本核电站最长运转年限为60年 不过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以来 日本国内要求废除核电站的呼声一直高涨 日媒预计 岸田推行新核电政策恐将面临不小阻力 对于日本民众而言 一边是不断高涨的能源价格 另一边则是难以消除的 对核电站事故的担忧 是否应该赞成重启核电 令人们陷入两难 原子力要做得更好 他人的方法有多少个都没有 安逸太多了 我认为能不能进行 我认为能不能进行 海中的风射像这样的东西 也认为能够好 我认为能够赛成的 化石燃料之类的 是厉害的 世界的脱炭素流量 此外日本不少政党 也在推进核电建设问题上 持谨慎态度 公民党表示 他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 不依赖核电的社会 日本立宪民主党 也在其党纲中提出建设 零核电社会 其党派人士表示 核电站建设工作 若没有得到国民同意 就不该擅自决定 更多资讯来看一座苏兰 近日印度庞哲普邦 一位名叫辛格的农民 登上了印媒头条 由于自家房子 正好处在当地一条 准备修建的高速路上 他雇了一个承包商 拯救自己的爱屋 工人们在他的房子下 安装了钢梁和液压千斤顶 通过起重技术 把房屋搬到了 距远至100米开外的地方 近日阿联酋迪拜一家建筑公司 在网上分享了 其最新概念设计方案 围绕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建造一座高550米的环形建筑 据悉该建筑周长约为3000米 有五根巨柱支撑 从远处看 像是悬浮在高空 设计还整合了一套 油轨电车系统 悬挂吊舱沿着外环 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驶 乘客可从舱中360度 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 韩国低生育率问题日益严峻 据TV朝鲜电视台报道 据统计2021年 韩国总和生育率 及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 仅为0.81 创下自1970年 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 今年第二季度 更是降至0.75 韩媒称 面对就业 住房等社会压力 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 选择了晚婚晚遇 甚至不婚有遇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各位收看 近日亚洲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